一男一女站在超商內 雙方正在談股票投資 一名清潔隊員從玻璃窗外走過 手上還拿著垃圾袋 牢牢盯著他們 接著進到超商內 身穿反觀衣的三名清潔隊員 還外加一名超商店員一擁而上 把男子團團圍住 因為他被懷疑是車手 原警在這名男子身上 收出了識別證 上面寫著投資公司的業務部經理 還有一張一百三十萬的收據 報案的是四十九歲秋姓女子 她向警方表示上網誤信 投資股票穩賺不賠的廣告 自今年八月起 陸續匯款貨面交給詐騙集團 損失新台幣兩百二十萬元 詐騙集團能繼續傳訊息給秋女 表示只要再繳交一百三十萬元 違約金就可將資錢的本金 以及獲利共四百億萬元 一次提領 這次抓到車手才二十五歲 向警方公稱是因為失業缺錢 才會應徵幫人收款 而為了抓他警方cosplay 不但辦清潔隊員 還要辦超商店員 順利降低了車手的戒心 大費周章 終於順利抓到人 三十七元 雪人黃河 陈凤 高雄報導 K,2014 こ Investor 今まで 總刻 絶短